秋天就要这样玩 日本鬼怒川泛舟全体验 趁着秋高气爽的好天气 我们搭着电车来到历史悠久的鬼怒川温泉 刚出车站就有夜叉鬼王等着我们 车站前还有鬼怒太祖汤 看这些叔叔阿姨泡得可乐的 根本就不怕鬼嘛 鬼怒川温泉据说是在江户中期的1691年 被村民发现 后来到了明治中期才对一般大众开放 鬼怒川温泉距离东京只有不到两小时的车程 让这里成为东京人的后花园 沿着河边盖起了许多露天温泉 纯净的温泉水还可以直接喝 这里也有很多精彩的小餐厅 提供到地的拿破里披萨或是可口的日式甜点 不过最吸引人的还是泛舟欣赏鬼怒川河谷的美景 坦白说这里的泛舟跟咱们花莲秀古兰西的泛舟不太一样 没那么刺激但沿途风光明媚 尤其秋天两岸枫变色的时候可是美不胜收呢 你看看游客们搭的是完全无动力的木制河船 飘送到下游之后呢就回不来了 只能用卡车把船只运回上游 再用吊车把船放回河里 工程可是浩大的很呢 终于要出发了 船里铺了草席 一家大小拖了鞋上船 感觉真是相当舒适 出发时记得要面带微笑拍一张纪念照哦 来 笑一个 全长3.6公里的船程里 有时很平静 有时很刺激 水花很大的时候 船老大就会叫大家拉高塑胶布 所以基本上是没有失声烦恼的啦 跟青年来发展 正如同的地方 那我们在游客的船里 其实很难以待 伴供更加的 这是一个词前世上 做词前世上 做词前世上 市内地无纮偕 这里有这些令券 虽然是立场 我现在来的 水河 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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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泛舟的金钱场面和小男孩的笑容 秋天来日本 就是要这样玩才过瘾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